吉辛格后来在《论中国》里边说了 他说朝鲜战争对中国而言不只是平均 他确立了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作为军事强国和亚洲革命中心的地位 他还建立着中国作为一个令人敬畏的对手的军事威信 在以后的几十年中这一威信始终不追 对因为朝鲜战争这一场战争 打着这个美国军队至今对中国军队充满敬畏 在这边我给大家讲一个故事 今年年初美国的一个军队的一个高级参谋 他的海军陆战队司令的特别的决策项目部主任 谈到这个钓鱼岛问题 双方军队怎么来看这个问题 当时主持人就问 你们怎么看那个双方怎么看那个钓鱼岛 各自代表各自的这个军队 当时说我们都是个人了 发表个人的关系 我说调一调这个问题很清楚 从历史上看就是我们中国的 这个美国的这个高级参谋人员说 我们美国从来不看历史 我说那你不看历史你看什么 他说我们看现实 我说现实是什么 它现实那就是一堆石头 我说好 现在我告诉你 我按照你的思维方式 你说它是一堆石头 我说我现在告诉你 这堆石头是我们的 我要把它拿走 你怎么办 他说那日本一定会和你们发生冲突 乃至战争 我这是肯定的 我说我现在问你怎么办 他说那我们和日本是盟国 我说这个我知道 但是这个对我不重要 他说我们有出兵的义务 我说我也知道 我不在乎 我说我现在告诉你 也请你转告你们美军的总司令 你们美军绝对不敢出兵 他就笑了 他在我们的一个大学在读博士 国际学的这个博士 他说为什么 我说六十年前我们已经证明了你不敢出兵 你出兵就是这个结果 大不了还是一场抗美援朝吗 有什么了不起 我但是你们在这样一场 如果在和军队发生的这个中国军队发生的战争当中 你们将比上一次败的更惨 他说为什么 我说那我们退一下 如果掉一刀你美国敢出兵 我说掉一刀就是中美之间的战争 对不对 他说是 我说日本就变成了一个无关紧要的意思 他会退居幕后 他说是 我说我现在告诉你我们的底线 我们中国军队绝不承认失败 他说我们也不承认失败 我那双方再打一个平局 他说平局什么意思 我说我告诉你平局什么意思 这个平局你们承受不起 我第一 你们有能力把我们的沿海很多城市全给我们打乱 我说无所谓 我们承受得起这个损失 大不了我们到西部我们重新再见 反正我们是第三世界 对不对 本来就是穷人 无非再回到穷人的状态 有什么了不起 我说但是 你美国要付出的代价 你要认识清楚 第一 你住亚洲太平洋所有的基地 包括你过来的所有航空母舰基军 我们将给你打得片甲不留 连一块砖头都不剩 我说你相信吗 他说有这个可能 我说不是可能是肯定 如果没有这样的一个力量 我们解放军存在的意义又在哪里呢 我说这就是我们的底线 我说好 在这个过程当中 你知道会出现什么吗 我第一 在我们中美因为第二条发生战争期间 普京一分钟都不会耽误 会重新复活苏联 我说你相信吧 他说有可能 我说不是可能 你我都了解普京 第二 伊斯兰的反美力量会结成统一战线 你们的力量将会退出中东 这是第二个吧 这也是必然的吧 第三 日本会崛起 对不对 他说你说的都有道理 我当时还有一张牌 我还没有出完 我说在我们东美在这个问题上 发生对 发生这个这个这个 军事对抗的这个期间 我们还会提供伊朗他想要的东西 我说你管不住吧 我说这是你意味着什么 你知道吗 那就是说在中国之后 你将还会有三大敌人 三大对手 我这个是我们变成了一个伤兵 而你变成了一个瘸子 我说你知道瘸子什么意思吗 就是一条腿 一条腿 你要和三个敌人进行决战 你有把握吗 他想了半天 说了一句话 战争不是我们的选项 我一下子就发现了 子劳后还是子劳